只要你同意 我十年不涨租金 而且每年只要十万租金 当初你不是低了十五万不租吗 现在我自己买了房子 也已经装修好了 可以正常营业了 你告诉我房租可以便宜了 我还租你的房子干什么 你是会做生意的人 你可以开别的面馆呀 你现在主要卖牛肉面 我这个面馆 你可以卖哨子面 刀削面 重庆小面 把面这个品类你全部包圆了 以后你就是咱们市的卖面大王 我的店面都是精装过的 花了五十万 你拿去可以直接用 就你那个装修 你跟我说用了五六十万 你非要让我当面拆穿你是吧 你的装修用的都是最似的材料 咱们这个四线小城市 装修的圈子也不大 连装修的人都嘲笑你 开个面馆 什么都要最低价钱的 不求最差 只求价钱最低 就这样 你连装修工人的工资还想客扣 趁工人不注意 把一块横板直接折断了 说材料质量不行 材料质量行不行 你不清楚吗 你花了多少钱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就是想客扣工人的工钱 工人本来就挣两千块钱 还让你给客扣了一千五百 你已经在装修界出名了 以后你做生意 连装修的人都找不到了 你那个门面 你还是自己用吧 顾客进去吃饭都有一股刺鼻的气味吧 顾客吃一次还会去第二次吗 就你这样的人 还想做生意 你要是把生意做成了 以后谁还敢去外面吃饭 你们要想好 同行是冤家 咱们可是在同一排门面 如果我继续开面馆 肯定会影响你的生意 就凭你吗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你还影响不到我们 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现在主动来找你们和好 希望你们拾去一点 我劝你赶紧走 这可是在我的店里 你再不走 我就拿马桶塞子塞你的嘴 王大雷灰溜溜地离开 两天后小丽再次上门 小伟老板 你帮帮我吧 我家里还有生病的母亲 就你让我回来当店长吧 你不是去其他地方找工作了吗 我真的不敢再信任你 我没有学历 我在外面连五千的工作都找不到 也没有人愿意聘用我当店长 只让我干服务员 我真的受不了 再说也不够我母亲的治病钱 我知道您现在缺店长 你重新培养一个至少也要五个月 我直接就能上岗 能省很多时间很多精力 不 我宁愿花时间花精力再培养人 小丽 我真的无法再相信你 为什么无法相信我 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就做错了一件事 难道就无法原谅了吗 我就直说了 在我眼里 你的人品是有问题的 做我们这行 能力是次要的 人品才是最重要的 人品不行的人 以后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事 对面馆是致命的 你之前可以为了两万块钱的月薪 背叛我 之后要是有人给你五万块钱 让你在饭菜里放点什么 我可不敢保证你不会照做 我这还只是举一个例子 实际上危害面馆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我已经知道你人品有问题 我何必再用你呢 哪有中日防贼的道理 小伟哥 你说话太伤人了 我做错什么了 我就成贼了 这都是你的假设啊 我就是去找更高兴的工作 难道我就是人品有问题 难道我就成了一个坏人吗 我要是坏人 你可以叫警察来抓我呀 别再说了 我的精力是有限的 我培养店长是为了省心省力 而我如果雇了你 我只会花更多的精力去防着你 得不偿失 你还是走吧 小伟哥 那你能不能给我借点钱 我母亲的药已经断了 我知道你也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 我如果不是为了我母亲 我也不会这么贫命的工作 也不会背叛你 你就给我借点钱吧 我保证一定会很快还给你的 哎呀 你这样我真的很为难 自从你背叛我以后 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瓜葛 老婆 你说这钱能不能借 给她借吧 毕竟是母亲需要吃药 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 但要让她写好欠条 小丽 我们给你借钱 只有这一次 赶紧去找工作吧 不要眼高手低 就算是做服务员 也可以养活你自己 也够你母亲的药 小慧不知道的是 小丽出门后 直接去找了王大雷 两人商量着什么 而小慧这边老刘再次登门 小慧 你还买门面吗 我可以便宜卖给你 我也一百二十万卖 我是一百一十五万买的 你的门面不是已经租出去了吗 好像是八万块钱一年租的吧 是租出去了 但是我还是想把它卖掉 我女儿在国外需要很大一笔钱 八万根本不够 你要是把我的门面买了 这八万块钱租金我就打给你 但你不可能一百一十五万买的门面吧 我去打听打听 如果你是一百一十五万买的 那我就一百一十五万卖给你 老刘离开后 小慧是有点心动的 老公 我觉得这个门面要是便宜的话 是值得我们投资的 我们在商场有两个铺面 刚刚又买了一个门面 我觉得我们做什么生意都够了 不需要再入手房子了 要是以后门面降价了呢 房租降价了呢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买了 正在这时李贵分登门了 我儿子已经找到工作了 在商场里面工作 给一家炸鸡锁鼓店打工 风吹不着雨晒不着 你想要表达什么呢 炸鸡锁鼓的老板 租的应该是我的铺面吧